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家陪着他 如果还不好再去 郁杰当时就不高兴了 今天不光是三天回门 还是小侄子办满月酒的日子 本来头几天就该办 忙活郁杰的婚事 就把满月酒定在郁杰三天回门的日子 想着一起办热闹 酒店都定好了 老亲少有的十多桌 面对那么多亲友 郁杰自己回去了算 怎么回事啊 大林左右为难 不知如何是好 郁杰看着婆婆也没什么事 拉着大林就要走 告诉婆婆 打车也就半个小时的路程 如果真觉得不舒服 立刻打电话 她和大林就回来 小两口刚转过身 婆婆就哭了起来 有气无力地说 啥叫真觉得不舒服 难道我现在是装的吗 大林赶紧把礼物塞到郁杰手里说 你自己去吧 郁杰生气 可也不好发火 人家妈不舒服 自己不陪着还发火 说不过去 她拎着礼物就走了 大林冲出来 对着刚要上电梯的郁杰 喊了一嗓子 媳妇 好好玩 好长时间没和家人聚了 郁杰心里有气 还是回头闻了一声 郁杰心里不痛快 告诉自己不应该生气 可那点火 就是忽善忽善地不灭 自己都做不了自己的主了 她风风火火地去了酒店 到了现场头都大了 老老少少 百识口人 基本上都要拉着她的手问问 新姑爷为啥没来 那些不问的 都是抱在怀里 还不会说话的 郁杰把微笑挂在脸上 挨个解释 婆婆病了 大林在家照顾 啊 没吵架就好 面对别人的好心 郁杰最想做的事 就是跑 打了几个电话 大林竟然关机了 难道婆婆真的病了 还没等宴席结束 郁杰就跟家人们告别 急匆匆地往婆家赶 她有点为早晨 对婆婆的态度后悔 婆婆这辈子不容易 年轻手寡 靠卖咸菜 把大林拉着长大 并送进了重点大学 头两年又把老房子卖了 加上棺材本 给他们买了一百多平米的婚房 郁杰和大林是同学 又是老乡 本来毕了业 在省城发展得挺好 耐不住婆婆的眼泪 还是回到了这个小县城 想着婆家困难 郁杰家也没要彩礼 还赔送了十万 他们用这两年存的钱 买了家具家电 还办了一场不错的婚礼 婚礼上娘家妈告诉郁杰 一定要孝顺婆婆 哎 郁杰答应着 看向婆婆 虽然接触的时间不长 也能感觉出她的朴实善良 刚刚五十岁 瞅上去六十都不止了 咧着嘴 露出一口白牙 脸上一串串的褶子 记载着她多年的辛苦与不易 她告诉自己对婆婆 要像亲妈一样 一路上祈祷着 婆婆别有啥事 心急火燎的 冒了一身汗 拿出钥匙刚要开门 就听见里面哈哈的大笑声 她皱了一下眉头 瞅了瞅门牌号 又贴在门上听了一听 是大林和婆婆的声音 应该在看小品呢 什么情况 难道上当受骗了 她开门而入 大林和她妈吓了一跳 她妈嘴里叼着螃蟹团 一手拿着螃蟹 一手拿着盛满蟹黄的小勺 正在喂大林呢 大林吓了一跳 盲咽下嘴里的蟹黄说 你咋这么早就回来了 玉杰强忍着的眼泪 还是噼里啪啦地落下来 大林尴尬的一只牙 慌慌张张地站起来 想上前讨好玉杰 被冲过来的玉杰 推了个大定端 大林妈当时就炸了 吐掉嘴里的螃蟹腿 藤弟从沙发上站起来 指着玉杰的鼻子开口大骂 小狐狸精 不自重 把我儿子迷得五迷三道了 天天围着你转 住在我家还敢欺负我儿子 多亏没让你们留在省城 玉杰有点猛 吃错药了 那个朴实善良的婆婆 竟无影无踪 她甩开婆婆的手 压了一天的火 终于窜了出来 抡其手里的包 照着大林的脑袋 就是一下 我就欺负你儿子怎么的 我不迷她迷谁 大林妈心疼的眼泪都下来了 一跺脚 冲上去一口咬住了玉杰的胳膊 玉杰熬的一嗓子 拽出胳膊使劲一推 刚刚爬起来的大林 一把扶住了她妈 声拉硬拽地 把她妈推进了次卧 玉杰挺奇怪 自己竟然不哭了 看来动手笔动嘴爽 瞅了一眼胳膊上的两排牙印 回了卧室 大林妈在那乌鬼哭狼嚎的 玉杰能听出来 大林想过来看看 她妈却死拽着不放 说自己辛苦了一辈子 儿子竟和媳妇好 玉杰被吵得脑瓜子嗡嗡的 戴上了耳机 她两眼直勾勾的 脑子里思绪翻飞 以前在省城工作时 婆婆天天给大林打电话 吃喝拉撒 睡没有一样问不到的 只是觉得单亲妈妈 格外关心儿子 没觉得过分 结了婚 感觉婆婆瞅自己的眼神 有点怪 也没多不想 今天才知道 原来是嫉妒自己 她含心如苦 长大带大的儿子 见不得儿子跟别的女人好 也怕儿子受气 才又哭又嚎地 把他们弄到眼皮子底下 不过婆婆的变化也太快了 人前人后两张皮 翻脸比翻书还快 不知道婆婆什么时候消停的 玉杰本想等着大林过来 跟她算账 竟稀里糊涂地睡着了 一抹阳光射进卧室 玉杰睁开眼睛 一咕噜坐起来 婚假只有七天 今天得去上班了 偌大的床上只有自己 玉杰光着脚 敲得来到次卧 眼前出现一副 让她感动落泪的母子情深图 婆婆像个小婴儿依偎着大林 大林合一而眠 一只手还握着婆婆的手 变态 玉杰厌恶地瞪了他们一眼 摔门而出 玉杰在单位烦闷了一天 同事看她无精打采的样子 开玩笑说 小两口儿晚上少折腾点 她只能尴尬地笑一笑 不知道该说啥好 她真想找个人唠一唠 可又怕人家笑话 跟娘家妈讲 害怕她担心 她不知如何是好 该如何处理三人的关系 下个班在小区里游荡 天快黑了 她才拖着两条罐签的腿回到家 婆婆头不抬眼不争地正在吃饭 大林一个剑步冲上来说 你咋才回来 电话也不接 她扒拉开大林 几步走进卧室 砰地一升官上门 紧接着把大林的被子扔了出来 大林妈把碗筷一扔 跳着脚骂道 小狐狸精 你还没完了 是我不让大林陪你三天回门的 还把她电话关机了 咋的 郁杰不想跟婆婆吵 和大林的感情一直不错 她不想离婚 想让一家人和谐相处 可她也不想 由着婆婆的性子来 别吵了 大林的一声吼 把郁杰吓了一跳 紧接着是大林鬼哭狼嚎的声音 妈 你咋了 郁杰一个高窜出来 看见婆婆倒在地上 四肢抽搐 两眼向上翻 全是白眼人 大林吓得妈了抓 就知道哇哇大哭 妈 我以后啥都听你的 郁杰也哭了 婆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她扒开婆婆紧握拳头的手 想说声对不起 一看婆婆正瞄着她呢 真叫人刮目相看 还是个戏精 她甩开婆婆的手 看了一眼哭得伤心的大林 心疼地说 别哭了 你妈是装的 郁杰 你是不是人 我妈都这样了 你还想咋的 郁杰感觉太累了 二话没说 拿起包走出了家门 她不想回娘家 可又能去哪呢 她哭着跟娘家妈说完家里的事 她妈张着大嘴半天没说话 感觉不可思议 大林妈 多老实的人啊 郁杰一看 她妈那个表情 生气得尽都没有了 妈 我还能骗你啊 她妈赶快哄她消消火儿 等把大林叫过来 好好商量一下以后怎么过 郁杰几乎一晚上没睡觉 第二天老早的就起来了 今天有一份材料要交给领导 她想再检查一下 一番包材想起来 昨晚刚要看 婆婆就抽了 她一着急就把材料扔床上了 她急三伙四地打车往婆家赶 开门直冲进卧室 一开门她吓傻了 大林勾搂着躺在地上 身下扑着被子 床上是一个浓妆艳没的女郎 肚子上搭条毛巾被 四仰八叉地躺着 睡得正香 大林妈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在了郁杰身边 你来干啥 她的喊声惊醒了大林 她一个高窜起来 拉着郁杰的手说 媳妇 你别误会啊 不是你想的那样 女郎也醒了 惊慌失措地看看这几个人 忽闪着打柳的眼睫毛 手都不好使了 越急越穿不上衣服 郁杰两臂抱在胸前 站在女郎面前 她吓得都要哭了 姐 我们啥也没干 千万别报警 是她让我来的 郁杰刚要扭头看婆婆 她就冲了过来 啥也没干 快把五百块钱给我 啥也没干也是一宿啊 郁杰一看婆婆和女孩撕起来 她急忙把大林推了出去 她相信自己爱的男人 什么也没干 更想知道她能给自己怎样的生活 原来 昨晚郁杰走了没几分钟 大林妈就好了 大林劝她妈对郁杰好点 自家人 她妈委屈巴拉地说做不到 儿子是她带大的 她看不上郁杰 成天和大林腻腻乎乎的 大林还想再说啥 她妈眼泪一对一双的 又说起了陈年旧事 大林不想听 把自己锁进了卧室 不知道她妈啥时候出去了 还领回来这个女孩 叫她姐姐妹儿 消消气 感情分散一下 就不会对郁杰那么好了 大林想让女孩回去 她妈堵在门口 而且那女孩说这么回去就得挨揍 郁杰听了又好气又好笑 刚想问大林打算以后怎么办 女郎剔头散发地冲了出来 撒腿就跑 大林妈的脸上被挠得开了花 她刚要追出去 被大林一把抓住说 你不嫌丢人啊 她妈气得直跳脚 五百块就这么便宜她了 郁杰看着气喘吁吁的婆婆 她的心要是和她的外表一样 憨厚该多好 看什么 小姐是我找的 算挂地说了 你磕大林 少同房 我和大林不会同房了 顺便问一下 大林 她爸怎么没的 不是你磕的吧 你 郁杰在床头柜上找到了 她要的材料 走到大林身边说 你要想跟我过 就离开你妈 否则 咱们就离婚 郁杰舍不得大林 可也不会委屈自己 离语不离就看她了 就她那个妈 无论娶什么样的媳妇 她都会这么对待 儿子是她的一切 她见不得儿子和媳妇好 事情想明白了 不纠结 心情也好多了 郁杰下班后 母亲已经等在门口 对她眨了一下眼睛 她立刻心领神会 就看见沙发上大林 和她妈站了起来 郁杰把离婚协议 放在大林面前 她还想说什么 郁杰已经起身 回了卧室 她拿着协议 默默地离开了 她妈在后面喊着 还啥也没说呢 郁杰等了一天 如果大林选择她 一定会在 午休时间来找她 即使忙 也会发微信 或下班时 等在单位门口 她没有等来 泪水情不自禁地滑落 几年的感情 复之东流 她知道自己的选择 长痛不如短痛 时间会慢慢 抚平心理的伤 如果跟着 拎不清的老公过一辈子 那就是天天在 热油锅里过日子 除非有冷农护体 否则苦不堪言 最后被炸得 连骨头扎都不剩 有着混世魔王一样的婆婆 夫妻之间什么样的感情 也经不起她折腾 郁杰透过卧室的窗 望着夕阳如血的天边 一只彩蝶 从窗前飞过 吸引了她的目光 看她翩翩起舞 郁杰好感动 转身如破茧的蝶 只有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痛 才能在阳光下 炫出最美的舞姿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